哈喽,大家好 就说一下不怪别人 因为不管呢 别人做了什么呢 都是为我们好 比如说 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嘛 那 就是 因为一个别人提供的机缘吧 这个认识的人呢 就去了别的地方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会在想说 你干嘛要提供这个 然后那个 这个认识的人就走了呀 可是现在呢 不能怪他 反而要 赞叹和感谢他 那是为了我们呀 事实也证明 如果不是这样 那 可能我也不会是现在这样 很多事情呢 它自自然的发生 也是为了我们 加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认识的人 我们还是闹了